苹果在前几天发布了iPhone SE 2 不仅是一次挤牙膏式的更新 似乎也宣布了4英寸小屏期间的死亡 我随之想起了我吃灰已久的iPod Touch 6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家部到底有什么责代吧 具体iPod Touch 6发布到现在也大约有5年的时间了 一年前苹果也发布了Touch 7来更新这一产平线 所以当时为什么要买这部Touch 6呢 一方面是换掉我充画费胜的手机 另一方面我其实看中的是它的轻薄小巧 和等同于iPhone 6的性能 再加上当时这个价格在苹果产品里面算便宜的 但是这个便宜的价格换来的是什么呢 其实很明显 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打电话 用移动流量都不可以 不过你指望一个12岁的小孩要电话干嘛 除了受验证嘛 其他几乎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所以让我们谈谈体验 说实话不开玩笑 这台设备竟然可以满足大多数我的需求 不过我的需求也就是每天上微博冲冲浪 或是看看B站 这些东西以它的性能来说是完全应付的绰绰有余了 但是当然你要考虑到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你得找一个有WiFi的地方 说到这里 一个直接让我放弃继续使用它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电池 几乎可以用完全不能用来形容 当然如果有更大的电池 意味着如此轻薄小巧的外观就不复存在了 相机方面 iPod有一颗800万像素的镜头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些样装 我们直接来看一些样装 然后我在写这个稿子 这个是我的粉丝屏 然后 这个是我的壁纸 我觉得 哦我的天 这个照点 这个照点 我的天哪 然后这是我的房间 这有点乱很明显 然后床上我就不拍了 这里是一堆包装 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做一个 关于我房间的视频 但是对不对 我们就到这里确实结束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只能用LAN来形容 可能你会疑我 为什么我弹iPod不会收到音乐 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地方 有耳机孔有蓝牙 那听就完事了 要注意点是当初传逐了买iPod 并不是为了听音乐 而是为了玩游戏 那为什么不买iPad 我也不知道 不过用Touch6玩一些游戏 也是完全可以的 一些听游戏甚至会让你觉得 就应该在这么小的设备上玩 不过一些大型复杂的游戏 我们先不说性能 在这么小一块屏幕上玩 实在是体验不佳 所以总结时间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买 Touch6 甚至说Touch7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电池是真的不行 如果说作为背机 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 把它当作背机 就因为你不能用它打电话 或者你要用它的时候 你拿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充电 这两点就足以否定它了 所以如果说这次的SE2 在这台Touch的外观下 塞进了一颗更强处理器 更强的摄像头 并且在续航足够的情况下 你会选择它吗 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你可以把你的意见 留在评论室里面 所以这就是这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点个赞头 跟硬币点收藏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点个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